舞蹈是培养孩子们团队凝聚与向心力最好的媒介 2022金色童年是由罗东正立幼儿园各分班大中班 共同演出喜上捐转细细去甜心演唱会等11支的舞曲 活动将在111年12月21日下午3点在罗东正展演厅亮丽登场 看着孩子们以太阳般的笑容带来最活泼最动感最缤纷的舞蹈演出 展现充满自信与众不同的活力 罗东正展与幼儿园希望透过舞蹈的学习 引导孩子们爱护身体并且欣赏肢体律动的美 借由舞蹈展演提升孩子们的专注力及创造力 罗东正展吴秋林表示 我们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三的下午3点 在我们展演厅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 我们正立幼儿园的旗舰的一个活动 所有的小朋友们引领期盼的 所有家长盼望的这个金色童年 在这个地方邀请各位 那我们正立幼儿园长期以来呢 希望给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学前的一个基础教育 跨楼段在小朋友在台上的一个表演 其实就是所有的老师还有家长辛苦在这个配合当中 交给他们的一个一些能力 就是看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展现 欢迎大家来到罗东的展演厅看他们的表演 欢迎大家 金色童年 散烈活动 以上新闻由政森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